請歡迎 陳浩森 唉唷 唉唷 森森 唉唷 森森 這麼帥氣喔 謝謝 謝謝 人來就還先送上花喔 好可愛 鮮花美女啦 讚讚讚讚讚 謝謝 謝謝 喔 好帥喔 天啊 然後好像有個道具是不是 有個道具有個道具 對對對 她的禮物不只一份啦 她現在很紅啊 這是口袋 口袋麥克麥克啦 對 不只花還有別的禮物啦 所以來 浩森 你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啦 嗨 大家好 我是陳浩森 耶 現在走在路上 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嗎 自帶走 比方說被認出來啊 被要簽名啊 被要合照啊 還好 現在天氣比較冷 所以穿比較多 喔喔喔喔喔 欸 你這個回答 好 就是因為天氣 天氣比較冷 她演示的比較好 可能比較不會被認出來啦 OK 所以要問一下這個 森森 你以前對於演藝閣的印象是什麼 嗯 就是 小時候在星光大道上看到 然後就這樣 你也是星光大道 對 因為星光大道是我們家的那個團體活動 喔 這麼可愛 就是我們都會固定一起收看星光大道 喔 那個時候好像是一週 每週日還是什麼 對 所以是家庭日會固定收看的節目 對 因為那是我們的家庭活動 然後聽說媽媽就會在旁邊跟著 跟著 評論 那那時候的評論是 那時候媽媽看到 炎藝閣選手我上來唱完的評論是什麼 沒有 他就會跟著一起唱 然後在評論部分就是 自動消音 我很想知道 很想知道 可以偷偷跟我說 應該說不只對你啦 因為這種選手們都會 我們都會說 今天他好像狀況不太好 他今天唱得很棒耶 但是有一些 不太適合的話 剛剛那個 浩森的時候會就會 嗶 就自動失去播場這樣 所以今天看到這個演藝閣本人 剛才在後台聽到他唱歌 感覺怎麼樣 對啊 我們剛剛在後台見面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格格在開唱 就是一直在 在記歌詞 畢竟今天第一次唱 對 然後 其實我覺得他記歌詞的時候 已經很像現場的唱會 所以我在後面其實聽得很滿足這樣 是齁 剛剛他明明在那邊記歌詞 是這樣不是嗎 不是加速 加速版 喔 加速版 那你就說有 歌手就是這樣 很厲害的感覺對不對 那你今天除了送上一個 鮮花 送給美人 美人師姐之外呢 還有這一顆耶 對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顆花生 為什麼送花生 因為你的專輯名字是 Let everything happen 然後 就是讓一切 花生 哈哈哈 好可愛喔 天啊 就是想說 就是送這個花生 謝謝你的花生 所以是 所有好的事情 都發生在你身上 Thank you 謝謝 所以是 Let everything 花生 哈哈哈 還有一部分 還有一部分是 因為你知道 最近我的電影 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是花生CV 大家都叫我們花生CV 哦 但是今天我竟然 送花給你了 我可能要對他有點交代 所以還是要把他帶來 哈哈哈 是這樣子 就是說 Birdy在這裡面就對了 Birdy在這裡 所以還是有三個人同台 是是是是 欸我有去看耶 超好看 而且我哭了三次 真的喔 感受的點在哪裡 我覺得親情跟電話 欸我可以 應該很多人都看過 可以給給給他 可以給給他 我可以給他 可以給給他 可以給給他 oh my god 電話停 而且你唱 甚至唱歌真的是很厲害耶 是喔 我上次是聽到你在那個 適應的時候 他就是默默的走出來 然後他是拿著麥克風 就這樣輕唱的 走出來 然後非常好聽 所以你要最後要往 歌唱發展發展 現在應該有在練習 我現在是你的師弟 所以也是一種緣分啦 你看當年這個電視上面看到的人 現在是真的變成了 是你現實生活當中的師姐 然後呢這個 森森也變成了 是你的小師弟 是的 所以剛剛也提到過 這個在電影當中 印象深刻的場景 竟然是電話亭喔 因為電話亭它有 我以為是浴室耶 浴室 喔 那個印象非常深刻 對 那個抹滅不去啊 其實那個到最後 最後我有哭 喔 你是說浴室在場你哭了 浴室內我有哭 那個太震撼了 喔 震撼到哭出來喔 對 喔 哇 所以 他做第一排的比較震撼 對 近距離壓破就對了 所以剛剛有提到過 當然這個戲劇上面 這個浩森的這個演戲 張力是不在話下 是 剛剛提到過 歌唱方面 他也在努力的練習當中 今天我很好奇耶 因為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這個歌 主題歌被犯到不行 嗯 這個也有犯上 對 今天 阿翰 也來了 欸 格格也在現場 那師姐跟師弟 不如 Let everything happen 就讓好事發生啊 不曉得能不能有機會 快點讓你們兩個人 一起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一下 一下 有沒有可能啊 大家想聽嗎 你們想聽嗎 想的話要來點 feedback啊 喔 真的 欸 瓜先幫你收一下好了 這樣子比較方便 謝謝 來 那 可以齁 可以嗎 要對一下key嗎 我也不知道 你要讓所有事情發生嗎 好 嗯 我先想 呃 希望讓這世界靜致 想念才不會變得奢侈 如果有下次 我會再愛一次 一 一 耶 耶 謝謝 喔 我覺得很棒耶 我覺得真的很棒耶 真的 他雖然是有點緊張啦 因為今天突然在這麼多人面前 然後突然在現場cue裡唱 所以有點緊張 但是我覺得有大象之風耶 有有有有 你自己會出cover版嗎 會有這個榮幸 呃 希望啊 喔 練一下 好不好 等你跟我合唱 喔 耶 好 所以剛剛提到過了 今天兩個人以後有機會合唱嗎 我自己這邊很ok喔 我我這邊也很ok 也ok嗎 但是我們是不是不能自己這樣決定 喔 可以啦 你們在媒體面前支票一開華言 就幫你們兌現了 好 那除了那我要貪心一點 好 除了除了唱歌 那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like 影視的作品 喔 影視 可以嗎 我可以跟你學習嗎 不不不不 畢竟 準 準 準 新人演員得主 是不是 耶 不過說真的 這個金馬獎的心理準備 訂裝訂好了嗎 搞得好像今天做我的發展會 沒有啦 訂裝訂好了嗎 因為師姐要祝福你啊 對啊 還沒 還沒喔 那師姐你現在趕快開一下金口啦 祝福一下小師弟 一定要一定要的 在這邊祝福你 可以得獎 因為真的很厲害 演得非常非常好 對對對 加油加油 那小師弟也要對師姐今天發片祝福一下 師姐 發片辛苦了 啊 為什麼要這樣子 剛剛開場就已經很棒了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你是最棒的 耶 一直很喜歡這種比較R&B 比較奔放的東西 我覺得這次終於可以把一些 自己另外一面的東西讓大家看到 一個字爽 對 所以師弟現在是很MAN放的嗎 我自己自己現在就是很MAN 然後坐姿也是你知道大爺做啊 然後就是很 就 對 很很豪放 可以這麼講嗎 豪邁 這一次的專輯就是爽做自己就對了 所以也是要告訴哥你這個想法 我覺得是耶 就是做自己是一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就是要更認識自己 然後知道什麼帶給自己快樂 我覺得 像這一次很多東西 從EP 其實三月的EP 呃 是首歌 分就分了 愛上現在 我陸陸續續其實一直在 在進化 其實從三月到現在 我覺得我自己也一直在成長 就可能三月的EP 我還有一些些的 東西還沒有完全放手 可是這次就覺得說 欸 可以去試一些我之前 可能會害怕的 或者我不敢 Let it happen的事情 所以包含這一次跟 像跟Karen Cissi的那首歌好了 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共同製作嘛 那大家也知道 Karen唱法比較 比較慵懶一點點 然後我的唱法就是比較直接 然後 就是之前呢 我就把每一個步驟都hold得很緊 然後想說 喔我一定要狀態最好的時候去唱 然後反而大家聽到的版本 是我前一天沒睡飽 然後聲音有一點點癢 可是其實那個感覺是最對的 然後就發現從很多這種碰撞 就發現你其實不用每一次都百分之百 或者是覺得自己要很完美才去做 就是這次就是很多碰撞 很多嘗試 就覺得很好玩 這三年的收穫 好像有感覺 也讓你的外在 讓人家覺得變漂亮 有人這樣說嗎 還是只有我 嗯 你們覺得勒 有嗎 有嗎 我覺得我是可能自己也自信了很多 然後我覺得 像可能第一段專輯的時候 我就很多顧慮嘛 就覺得好像就是 要很溫柔 要當個女生 要怎麼樣 可是其實我私一下我鼓子裡 就是一個很 很直接 然後很 嗯 就是小男孩子 畢竟像我小時候那個中學 都是跟男生泡網咖 長大的 然後就跟我第一張的反差 其實有點大 我會覺得說其實 沒有必要一直去做出 我覺得大家會接受的樣子 因為我那個時候 沒有那麼接受自己 沒有那麼愛自己 所以三月EP才會出 愛上現在的我 因為我覺得我要先 愛自己 接受現在自己的狀態 然後因為我 接受也愛現在的我 所以可能大家覺得 我外在有一些改變 所以有為了美麗做了什麼 努力嗎 吃得好 睡得好 然後 彈場戀愛 然後 然後 對啊 我覺得戀愛也蠻重要的 跟誰 就 就是 目前 對 就是單車認識的男生 因為他也很愛運動 對 所以就是會很常跟他一起運動 然後我覺得其實 欸 就戀愛會給你蠻多養分的 所以要多戀愛 多戀愛 不要一直壞人啦 就是固定戀愛 固定戀愛 對 但是我覺得戀愛是很棒的 但是還有跟 譬如說Jay Sean 剛好選合作 一都是哥哥自己去邀 邀請小孩 對對對 都是我自己去邀 因為Jay Sean 然後是我兩三年前就是 在節目上就講說 欸 可不可以 他說好啊 你邀我就 You know OK 然後這一次 我那時候就想說 你會不會只是客氣客氣 然後這次一位他說 yeah yeah 好啊我們來做 超級立馬的 所以很謝謝 很謝謝他這麼給力 那剛剛有說就是 跟Jay Sean的第二首歌 可以小小透露一下 我們真的有機會聽到 其實之前那個我們MV 從此過得幸福快的日子 出來的那天 我們有開一個吃播直播 我們就在邊吃火鍋 然後邊聊天 然後我們就有聊到說 其實我們還有寫另外一首歌 我們兩個都特別喜歡 然後他就哼出來了 然後就幾乎把整首歌哼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 回去我的IG TV 他我們有留那個火鍋的吃播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我們出 趕快敲完 因為我自己私心也很想出 也是一個很時尚很秀 很有vibe的歌 那剛剛還有森森啊 就是也來到現場 那之後如果真的要跟森森合作的話 是想要合作什麼樣子的 我就很貪心啊 因為就是當然他唱歌很厲害 所以如果真的可以跟他 無論是cover 或是一起有一首歌 就是當然很開心 然後再和我私心就是 所以我看柯寨也柯寨 就真的演得很好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一開始進去 我就想說 應該就是會很平穩 然後誰知道 那個劇情 然後整個劇本 然後大家的演技 整個剪接再加上音樂 我就我是hold住 就是很努力的hold住 還哭了就是三次 看一場就哭三次 看一場就哭三次 而且我那天是跟我自己講說 我等一下還要拍照還有工作 所以我不能哭到眼睛很腫 我是hold得很用力 我都還哭了三次 而且我很多身旁的朋友都在二刷 我覺得是真的真的 看完很有感觸 因為他的戲非常的細 所以我自己私心希望 可以跟他有一些螢幕上的合作 所以你現在有對象 可是看到申申啊 還是會有覺得這種弟弟很迷人的感覺嗎 會害羞的 欸莫名其妙 我想說我多大了 我想說我害羞什麼啊 可是看到他 然後你知道他就是他那個很柔軟的笑 他就是在那邊 然後我就 就融化 還是會融化 因為他自己下就很 很可愛 然後他有他自己的幽魔 你現在這樣一講男友會吃出來 不會他很大的毛 會被拔 那剛剛跟申申合唱科在感覺怎麼樣 欸我覺得我們滿有魔忌的 欸我們是真的完全沒有對過 然後剛才就想說 欸如果不介意的話可以唱一下 然後就Key 就隨便論我起 然後就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你剛有聽到申申說他小時候看的 對那個 我習慣了 我習慣了 我上次跟高爾瑄合唱的時候 他就說我小時候 OK Bye 就是好吧 不然他們現在都很年輕 所以OK 對啊 出道找人 對啊出道找人 他有表演 蛤 瘦瘦瘦瘦 喔對對對對對 然後這次也很開心 因為很久很久沒有巡演 然後這周六可以開始購票 這次北中南都有小巡演 然後會是第一次把這張專輯 完整的唱給大家聽 然後會有很多 大家喜歡的cover或什麼都可以來點歌 這周六 這周六 然後 然後 12點KK6 對 12點KK6又會秀票了 然後Jayshun的MV也上線了 我開車的這個Let Everything Happen 我只能說 這一支MV大家都拍得非常的辛苦 可是非常的值得 因為非常的非常的美麗 過幾天 這周五對不對 23號Let Everything Happen的MV就要上線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支持看爆他 因為真的好美 所以小巡演有什麼樣特別的表演嗎 我覺得形勢會不一樣 然後他跟之前的 因為我之前都是可能Legacy 或者是比較中型的 這一次就會比較close 就會跟歌迷朋友聊聊天 然後分享一些 有私底下的一些故事啊 比較 比較 像朋友的聚會的感覺 對 可以嗎 謝謝 謝謝 謝謝